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這個booking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booking有點像是資料庫裡面的總表 那我們可以藉由這個總表裡面的ID 所以通常在資料庫裡面一定會有一個ID 一般叫編號 它的概念我剛剛講過 第一個unique 唯一的 不會重複 第二個的話呢 它一定要有資料 不能空白 因為如果說一個資料沒有ID 那後面資料就帶不出來 它有點像頭一樣 沒有頭後面東西就都抓不到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抓某個資料的話 一定就是找ID就好了 所以像我們很多時候輸入我們的身份字號 輸入什麼資料都有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是把編號就是我們的ID 有沒有 當成是一個一般叫key key的話就是那個算什麼關鍵 一個來一個頭 那就可以去查到所有資料 像最近報稅 現在國稅局已經做得非常熟 你根本不用做任何事情 對不對你就甚至 它已經都幫你算好了 你就是繳錢就對了 對 而且現在很方便 像現在有些信用卡還可以用拍手機 就報账完成了 對不對 像最近我有辦一個什麼 玉山有一個什麼派卡 那派卡它有一個APP 那APP直接刷 它就可以直接就繳錢了 ok 像現在 而且派卡它也可以直接去便利商店 給它掃一下 它也可以掃條碼就好 也可以掃然後可以付錢 ok 是相當方便的 所以它為什麼它可以這樣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ID 它透過你的ID去關聯到你的其他的資料 ok 這樣的話就很方便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很多系統背後都一定有資料庫 那這個資料庫本身一定是關聯式的 那這個關聯式一定會有ID 也就有ID去抓到其他資料 所以以後你就輸入一個資料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概念很重要 如果你這個可以理解的話 那以後你就慢慢可以了解 啊 原來系統背後都是這樣運作的 ok 所以資料庫這部分也很重要 那我們其實這一個範例就是要 拿一次來當資料庫 所以我必須第一件事 要先幫它產生一個唯一的ID 唯一的喔 不可能重複喔 那當然我們需要給的條件要越多 越不可能重複 比如說那哪個hotel 他哪一天check in 對不對 然後呢 check in之後的話 他要什麼 住幾天 對不對 住幾天 然後他的住的那個人的名字 但住的那個名字又住同一個飯店 然後住的天數也一樣是有可能的 但是哪一天住的這個機率就很小了 不過有沒有可能 他可能週年呢 隔一年呢他又住 住 天數也一樣怎麼辦 喔 所以喔特別注意喔 如果以這樣邏輯來看喔 這個是不合格的ID 因為我剛剛講過 ID 絕對 不能夠有重複的機會 因為如果重複機會的話那麻煩了 對不對 那到底這筆記錄跟另外一筆記錄到底是什麼 對不對 那就OK喔 所以喔 如果像這種情況喔 你可能ID裡面還要再多一個條件 OK喔 還有什麼條件可以改 應該是 我覺得check in的那個年月日 可能年月要把它放進去 會比較OK 不然的話呢 會可能有重複的機會 所以以後如果你們自己弄一個ID的時候 你要去想到這一點 如果那個ID都不會重複的話 那你這個ID是合格的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以後ECL裡面也是一樣 不一定是只是在資料庫 我們現在只是說把那個 觀念是資料庫的概念 帶到ECL裡面來用喔 OK啊其實兩邊是相通的啦 也就以後如果你再去學什麼ASS 或者是說學什麼CCO Server 什麼Oracle 其實概念都是一樣的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怎麼產生 一 他說要先這個縮寫 所以這個縮寫呢 我先插入 那我必須要去哪邊查呢 我先知道名稱觀念 裡面有一個什麼 hotel的detail 那裡面的話 它會是一個對照表 這個是我要查的 有沒有 這個是我要帶回來的 OK 所以我基本上我知道 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我可以用什麼檢視與參照 裡面的那個V2函數 然後查什麼呢 查他的hotel 然後去哪邊查呢 F3 OK 去hotel的detail 剛剛有講過 hotel的detail這個 然後查回來我要第二欄 比對方式我要0 完全一樣 如果你不知道hotel的detail 你可以再點一下這邊 他會幫你切過來 hotel的detail 在這邊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第一個 我們就有了 Li 那後面的話 加一個減的符號 and 一個減的符號 OK and 再來就是 這一天 的月跟日 所以這一題的話 這邊的話請你用test 這邊 test 前面有用過 那test 瓜虎裡面的話 Value是這個 這個 這一天 豆點 特別注意 我要的剛好是什麼呢 剛好是月跟日 而且是要2碼 那你這邊特別注意 那個format test 你就要給什麼 MM DD 雙以後 後瓜虎 這樣就OK了 如果說你要什麼呢 你要黏也進來的話 你可以加一個什麼 YYY 這樣也可以 OK 那這個format test 你想說老師 那你這個怎麼知道 很簡單 你打個勾 我之前好像講過 比如說 我在旁邊這邊 可以練習 給各位 插入函數裡面 跟正一下 你這邊按右鍵 出成格式 其實format test 跟那個出成格式 有異曲同工資 你制定就可以了 有沒有 他這邊啊 如果你要變成那個 MMDD的話 其實底下也有類似的 按確定 你會發現有沒有 01 06 但是這個只是表面上看到的 你要真的變的話 你要用test函數 這個我之前一直強調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後面還要什麼呢 再串end end 一個減的符號 然後end什麼 end 幾天 所以呢 這個天數 減掉 這個天數 再加一天就可以了 因為減完之後是幾頁 那我要是幾天 所以加一嘛 比如三天兩頁 四天三頁 OK 大概是這樣 我出國的話 如果是國內大概 三天兩頁差不多 如果出國的話 可能 在亞洲地區的話 日本最少 剛沒有玩個四天五天 感覺就不過癮 對不對 坐飛機坐那麼久 坐過去 如果你要去歐美的話 那可能要 坐飛機 可能一飛過去就一天了 回來又飛 那你如果只是玩個三天 那你根本就要坐飛機了嘛 所以大概都要個十天 或者最好是兩個禮拜 一個月 最好長住算了 不過不可能 那去年我就 出國比較勤一點 去年大概出國五次了 不過到今年為止 我現在都還沒出國 因為感覺好像去年 已經出國太多了 想一想 突然就 因為之前會比較有衝動 現在出國要有一些衝動 像去年 比如突然看到那個 電視新聞報導什麼 九州啊 有那個觀光列車 很漂亮 豪華列車 那我就突然興起了 我想要去做 然後就Google一下 找了一下 真的有 而且還有套票 我就買了 然後我太時間OK 可以好 衝了就我們就去了 就出發了 然後再下一次呢 剛好看到櫻花開了 櫻花要不要去看 好 時間OK 然後就衝了對不對 然後後來又 好像要到年底了 突然看到下雪了 我們要去看下雪 我就去了 好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要有一些衝動 OK 要有 而且要有一個想法 現在突然不知道要去玩什麼 就算了 還是先 等到想清楚 那因為我的習慣 我很喜歡自由行 所以所有的旅程都是我 規劃的 OK 而且喔 花的旅程的時間 比準備上課還要更多 因為我真的很認真喔 我幫每個地方 玩的啦 然後整個好不好玩啊 或者是等等的 都其實規劃的還蠻詳細的 好啊最後的話呢 這邊喔 1有沒有 2打勾一下 有沒有就是編號 然後哪一天check in的月日 然後再幾天 最後的話呢再串一個什麼and 他那個人 and一個錢的符號 所以minus符號 再and 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first name就可以了 OK然後按打 go 好向下填滿 大功告成 大家可以知道我在做什麼啦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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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